那各位看一下 因为同学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这个资源搜寻器 那其实这个在google里面 如果你要放大缩小都ok 那我觉得这样 而且你如果记得刚刚那个网 我们那个网址 你可以在你的平板 或者你的智慧型手机上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也可以来来当 我觉得这也是类似一个那个 什么电子书的形式 ok那这边的话呢 几个重点 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宣告哪些变数 其实你会发现呢 find it 它预设值为0 那也就是说呢 find it是指的是什么 找到几个的 也就是说找到几个 有没有 找到的个数 如果预设值是0 表示说 在这个字串里面都没有找到关键字 那就是0 如果什么都没找到的话 那最后我们会 find it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字元不在字串中 所以为什么会宣告这个变数的原因在这里 那index是说呢 找到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找到位置 如果这个index呢 有找到 它会在哪个位置 那因为我们这个 自串 自串正面 它从0开始 所以如果找到回来给我们2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第三个字的意思 那如果是7的话 那就是第八个字的意思 就必须要再加1 对不对 所以index指的是这样 好 那大概另外 b1的话是等于0 等于0就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也就是说呢 我第一次一定从第0 等于是从0开始找 然后呢 之后找到之后再往后 所以必须把b1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这个关键字的长度 OK 大概是这几个变数 所以上面这几个变数的用意 大概是这样 所以细部的话 我想各位再去体会一下 另外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把外部的资料读进来 其实我这边有宣告一个scanner 这个scanner就是说呢 我要去读取键盘的动作的话 比如说user有key资料 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读进来 我要怎么读进来呢 我可以用那个scanner 宣告一个物件 S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观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scanner是指的是一个类别 S是一个物件 那类别是还没有实体化的 还不能用哦 还没有被low到记忆体上面 没办法实体化 没办法去walk的 如果你要walk的话 一定要low到记忆体 变成一个物件 变成物件一般我们叫做实体化 这个就物件 所以前面是一个类别 它还没有办法walk 所以你要让它walk的话 就要把它变成一个s s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叫物件 物件 前面是类别 后面是物件 可能在西元里面没这个观念 可是在java或者在其他元 这个观念非常的 用的非常的频繁 后面的话new new的话实际上就是真的去执行 前面有点类似是我宣告 这个scanner 的一个要产生一个变数 宣告嘛 就有点像我去餐厅 我跟打电话跟服务生说 哎 我要一个位置 那后面new的话实际上是哦 我真的人到那边了 我真的去产生了 然后后面的话 一般会有个瓜 这个瓜糊 小瓜糊里面就是要传递一个参数 那这个传递参数给类别 类别里面会有个建构 子去接到这个参数 再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地方的话 运作流程大概是这样 那细部 还是要花时间 所以请各位如果要了解的话 请看java物件导向观念的那个 相关的东西 那在我的部落格 或我的频道里面 有蛮多的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去看一下 原来部分恐怕那个 光上课时数 有的时候超过一百个小时 都在讲物件导向 那很多很多东西啦 不是说短时间可以讲得很清楚的 ok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要把它读进来 用这个S这个物件 因为它已经实体化 对不对 它是一个scanner 然后呢 把它读进来就用nextline 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stream里面去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到一个 使用者输入一个字串 很长一串 然后再第二个是找关键字 所以关键字读进来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str1 那以各位现在时间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解物件导向 所以请各位 就是把它稍微 先记起来吧 然后到时候有空的话 再去理解什么叫物件导向 ok 再来的话 do do 画有前面画有是一个前测 前这个是所谓后测试回圈 所以后测试回圈是先做了 再去判断 哦 一般叫什么 先上 先上车 后投票了 不是补票 先可能是后 就是说有些像台北市公车是 先上车就要给票嘛 啊一个是下了车再给票 啊这个地方是先判断 先执行再判断 先执行一遍 再去判断 啊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这边找一下 就说哎 我们index of index of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做什么呢 去帮我在这个字串 前面是str1 str1的一个 类别 这个str1的一个物件 就是里面 我们不是从使用者那边读了很多字进来 对 然后点index 我就在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这个关键字 那位置从哪边开始找 从b 预设值是0嘛 所以从第0的字开始找 找找看有没有 有的话呢 不管有没有 反正你就是要告诉我 在哪个位置 所以如果index 应该是会传2回来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是传2回来 那表示有找到了对 如果没有找到就-1 -1的话 哎 那就跳离回圈了 因为底下有个条件 如果index怎么样 那他不等于-1的话就进入 有如果等于-1的话 那我们就想跳离回圈就就就不用再找了嘛 因为找不到就不继续找 所以如果找到的话 好 如果index不等于-1啊 特别是不等于-1的话 那就是等于找到了再加1 然后第一次就执行 那个第一次找到位置 然后往下 再加1啦 为什么加1 因为我们阵列是从0开始 那我们的理解是第几个字 必须把它加1 所以这样的话分别找到的 这样的话就找到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 我想细节部分 恐怕各位要实作 call一下大概就知道 然后让一下有问题的话 再再问好了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这一题 基本上应该第二类里面 应该这一题算是比较难的 所以明天考试 只要你不要抽到后面有10的 那应该就会比较顺利的 不过也是一样 如果第二类抽到10 他前面应该比较简单 那总不可能两题都给你10的 哇 那你就 OK 所以明天基本上 大概应该是是是这样的状况 那应该基本上明天 一般考试会有两组题目 也就是梅花座 你跟你旁边的应该是不一样的题目 那基本上有可能是 第一类比较难 加一个第二类比较简单 或者是第二类难 加一个第一类简单 那这个当然是随期的 他没有一定 所以基本上 你就是掌握这个要诀 我讲过就是说 无论如何 70分跟100分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 你至少有一题简单的话 你那一题一定要 最好看50分全部拿到 那另外一题如果会一半的话 其实加总起来也会差不多是最少也会有70分 所以明天的考试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放弃 你有bug的话没关系 反正你暂时把那个bug先让他可以work 那个部分的分数没有没关系 其他分数一定要有 所以你记得你再算一下 那我讲过就是说 最后呢 那个评分老师他就是会看一下结果 也就是什么去评分的就看那个参考画面上面的那个值 他会key看看 那你可以把那个表格里面看看你有多少分 反正你加总起来 如果有有70分的希望的话 那你就要奋战下去 一个小时应该很快 很快过了 如果你再算一下70分其实就可以了 你就拿到Java的证照 其实我觉得觉得应该 掌握要诀的话 应该不会太难了 对各位来说 那因为这个是实用级不是专业级 如果专业级的话 那真的就很难了 那 Java我觉得这个这个 因为现在 对Java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那对于Microsoft的单内测 我倒是比较抱持的那个比较悲观的态 因为现在我早期也是写单内测的 以前也是交单内测的 可是现在要学单内测的越越少 除非说那个 这个网页方面那个ASB.NET 比较多一些些 其他好像就比较少了 好像那VB.NET 现在几乎都没有没有太多人 想要想要去学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只剩下 旧的东西继续维护了 新的东西都比较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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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